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历经6年三位局长 全国唯一县级考古博物馆 在24号终于落成启用了 而包括县长徐真伟 文资局副组长吴华中 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特聘教授和地方人士 都到场来祝贺 期待考古文化馆的成立 能够让民众认识丰田玉石 在五千年历史中的价值和定位 二、一 请节目 欢迎先考古 花莲县及考古文化馆 历经六年时间从规划到完成 24号上午举行开幕典礼 县长徐真伟 文资局副局长 多位县议员也都到场致议 县长徐真伟也表示 台湾是快榜 在人类的历史 经贸的活络程度可以看出 玉石的发展轨迹 考古文化馆的成立是历经多任的局长的努力 才能够成就今天的考古文化馆 台湾这块土地非常非常的珍贵 所以 尤其是我们现在踏在这个土地上 到底这个在地层的下方有什么 地表是古迹 地表以下是鱼迹 然后呢 在以前更是带领着整个台湾经过地质的变动经济经过人类文化的发展 以及经济活绘的危机 让我们值得让我们去探险 值得让我们去理解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很荣幸也很高兴 在104年呼昆吉县长任内的时候 跟文化局陈局长 我们争取的这个考古博物馆的规划到现在110年 今天是1月24号 真的是历史的一刻 文字局部局长吴华总也说 考古文化馆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展示 教育 典藏 而从历年的考古文物当中可以看出 预期是这些文物中最多数量的 所以花莲县考古文化馆具有相当重要的培育考古人员的角色 所以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已经有3万年了 3万年之久 那为什么考古会重要 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有文字也差不多5000年 我要借用刘宜昌老师一句话 我们99%的历史是在地下 这是刘宜昌老师给我的讯事 我想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那今天我非常的感恩 那个徐县长 在经费这么有限的情况之下 花莲县愿意来承担 愿意来佩服那部的政策 成立这样一个馆 我想这个馆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它象征了三个意义 第一个它有展示教育典藏的功能 第二个很重要是培养地方考古人才的一个据点 第三个地方的产 地方出土的遗物由地方来典藏 这可以彰显地方的特色 开幕的考古文化馆展现了花莲史前文化的精彩面貌 从1月24号至25号起开始市营运 市营运期间民众是免费参观 记者林杰送方箱采访报道